什么鬼生意啊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那个成人房根本就是要骗你的钱 会的 什么不会你相信我 我告诉你 我有证据可以证明啊 这个成人房根本就是有问题 什么证据 我早就已经拜托我 从事进出口贸易公司的朋友 暗中调查过他了 他那什么鬼公司 什么鬼贸易公司啊 根本就是一间空壳公司 只有一间空的办公室 还是总经小妹而已 你亲眼看见了 我是没有亲眼看到 可是我朋友也不可能会骗我的 那也有可能是同业恶意重伤啊 他们知道我们的交情 所以呢他就故意用你 来挑拨我跟润发的感情 大姐 你真的是被那个成人房给惯了 你完全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了耶 哎呀不是的 我跟润发认识的时候 他才二十多岁 他不是这种人 人是会改变的 他早就已经不是你当年生 那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了 我相信他不会 什么不会 我告诉你 我看的人眼光 绝对是不会错的 我谈过多少次恋爱 我还结了两次婚呢 是啊 你看得很准啊 你结过两次婚 一次呢是因为劈腿 人家把你抛弃了 还有一次呢 是把你的积蓄 全都给骗光了 你这也倒看人很准 你这也叫判断正确 难道我说了这么多 不是替你着想的吗 还是你觉得 我是在破坏你的幸福 难道不是吗 也许 你就是嫉妒 我现在有一个男人 对我这么好 而你没有 在你眼中 我就是这种人吗 是一个因为嫉妒姐姐 所以想要破坏姐姐幸福的妹妹 不 不是 大姐 我们这个家都是你 辛辛苦苦努力撑下来的 爱现在失踪不见了 你每天进公司 假装故隐忙碌 但也是你内心的痛苦 而这个成人房 跟你借钱投资什么生意 还是这么一大笔数字 我不能装作 我没有看到 他一定是骗你的 那 你相信我大姐 好 OK 如果你不信的话 那你请试探他一下 试探 没错 你就跟他说呢 我们公司经营需要资金 一下调不出那么多钱来 看他有什么反应 那 可是万一 没有万一 就先这么说 我们先缓一阵子好不好 哦 是 是 这样啊 我知道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本来就不应该在这种时候 来求你帮忙的 以后再说好了 谢谢 谢谢 喂 是我 是 是 请 请再宽限几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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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了 谢谢 买玩具 买玩具 有好多玩具 买玩具 有好多玩具